民法典侵权责任边在这个高度危险责任这一章当中最后一个条文 也就是1244条规定的是高度危险责任的限额赔偿 那么这个条文呢原来在侵权责任法就有 那么现在写到这个里头写到民法典当中的时候增加了一个代数的规定 那么这个条文的内容呢就是承担高度危险责任法律规定赔偿限额的依照其规定 但是行为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这个后边淡书说行为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这个是新增加的 那么这一部分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承担高度危险责任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法律会规定限额赔偿 那么按照这个限额赔偿呢 法律有规定那赔偿的时候应该是限额赔偿的 这个为什么在高度危险责任当中会有限额赔偿 其实说到底就是在高度危险责任当中 因为它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 那么既然是无过错责任 那你在承担责任的时候 要求人家承担责任的时候 你在举证责任上其实你是节省了成本的 你没有证明侵权人有过错 减少了你的这个诉讼成本 那么这个时候呢 确定一个限额赔偿 其实是有道理的 那么现在我们关于高度危险责任当中 他提到的法律规定的限额赔偿 有规定 但是我们现在的限额赔偿 多数都不是法律规定的 比方说在核损害的损害赔偿当中 原来国务院有一个批复 这个批复呢 说核损害核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这个批复起草的时候我是参加了 为什么定了一个11万 11亿赔偿的一个最高限额呢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标准呢 就已经达到了国际原子能委员会 他要求的那个最低的那个赔偿的标准 比那个最低的赔偿标准稍微提高了一点 高了一点 那么当时考虑就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 不可能要求更高 就定了这样一个数额 这个数额实际上在 因为没有发生过核损害 所以这个其实没有用过 但是有一点 第一呢 他能够设定一个核企业承担责任的一个最高限额 那么这样投资核企业的时候 他心里头就有数 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核企业要参加这个核事故的保险 那么这核事故的保险呢 保险多少 那就保险三亿元人民币 它起的作用大体上是这样 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一个最高赔偿额 那么这个最高赔偿额呢 是一个总体的最高赔偿额 就是发生了一个核企业的事故 就在这个范围里头赔 不管谁赔多少多少人赔 最后就是这么多钱 这是叫总额的限额赔偿 那么还有一种限额赔偿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最高赔多少 比如说航空损害赔40万 这是最高的那个单个人的限额 限额就这么两种 那么然后 它要求是法律规定 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法律规定 都是一些行政法律规章去做规定的 那不管怎么着 有限额赔偿应该按照限额赔偿来赔 或许将来我们的法律都规定了限额赔偿的 那么有限额赔偿就按照限额来赔 限额赔偿来赔 那么上一次在起草这个核安全法的时候 我也参加讨论的时候 说这核损害的赔偿啊 可不是一个限额的问题 说日本那个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 已经赔了多少多少多少亿的那个日元了 就远远超出了那个限额赔偿的数额 但是现在仍然还差得很远很远 说各方面去筹资 然后去承担赔偿责任 远远不够 所以啊 这个核电站真的是要小心 这一发生事故以后 真的不得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 就是说法律规定有限额的 应该按照限额去赔偿 你就不能要求全额赔偿 那么现在增加了一个弹数规定 这个弹数规定说呢 行为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那么你造成了这样的高度危险责任 损害 那你现在又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这个时候就要突破限额了 这个时候就是全额赔偿 就损失多少你就要承担赔偿多少 这个规定是对的 因为受害人能够证明 你那个高度危险责任人 你是造成损害的时候 你有故意 你有重大过失 那就不用嫌额赔偿 我输送成本我增加了 你要给我全额赔偿 这个规则呀 其实是一个正确的规则 我们现在呢 仅仅在高度危险责任当中这么规定 其实说起来应当在所有的无过错责任当中 其实都应该有这样的规则 就是凡是使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时候 你只要不证明过错 那你要求赔偿就是限额赔偿 那你要能够证明 侵权人他是有过错的造成这个损害 那就回到过错责任原则了 那就是全额赔偿 这个才是科学的准确的规则 那我们现在 仅仅在这个高度危险责任当中 做了这么一个规定也算好 这个补充是对的 再加仅仅在这儿 舖越了 这个地方 大家看看 慢慢看看 你抹垂直